而在90年代 以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走红歌坛的玉女歌手 孟廷伟 金船婚变 孟廷伟在微博说 他跟前夫其实早在去年1月 已经签字离婚 经典旋律 五六年级声肯定能哼上两句 90年代才22岁的孟廷伟 因为这首歌得到月亮公主的称号 悠悠唱腔每张专辑都大卖 孟廷伟还是当时的军中情人 却在2000年宣布退出演艺圈 2004年孟廷伟和经纪人老公 也是高中学弟张志鹏步入礼堂 婚礼还选在昔日就读的中心高中 没想到幸福童话还是破灭 离婚传闻满天飞 孟廷伟老公张志鹏 24号才刚在脸书发表申请告白 庆祝和孟廷伟结婚10周年 还说是因为和南方二重唱的大南方 有合约纠纷 对方产生心结才乱放话 没想到立刻被孟廷伟 PO文打脸 24号晚间11点多 孟廷伟就在微博发表离婚声明 说自己和张志鹏早在去年1月 就已经签字离婚 很遗憾自己没有坚持走下去 还不妄想受到波及的大南方 智商歉意 因为孟廷伟是张志鹏手下的艺人 那如果说宣布离婚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到张志鹏的经济事宜 眼看只包不住活张志鹏在PO文坦诚说谎 自己过去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还说要重新再把孟廷伟给追回来 他们个性本来就不是很适合 因为张志鹏他是个事业心很强 一直往外冲刺的人 看来十年夫妻情事 孟廷伟的婚姻录 似乎就像陈铭曲一样早已变调 东森小金新闻综合报导